这两位是客服 咱们客服工作室 我们来看看吗 我先来看看个最贵的 这个650 这是个组合装 礼盒装的 礼盒装 这也能砍价 可以砍 真的 也可以砍 这还可以分期付款 分期付款 包括包邮 包邮 包邮都包邮 都包邮 而且我们选的是 顺风 都是顺风 还有京东 两大最快 服务最好的物流公司 好忙 你来帮着回答一下 这个的 我来帮着回答一下 对 这我业务不太熟练 试一下吧 体验一下 万一我卖了 我卖了他一个亿怎么办 我还继续跟他聊是吗 对 继续跟他聊 你让他给你 发一下那个提火码 发一下提火码 对 这个首先要打字 对 首先打字要快 是一个提火码 是吗 是一个提火码 马上帮你查一下 对 您说已经安排 帮您发货了 已经安排 你打菜不错 速度简快 这跟我在淘宝上买东西差不多 我还可以 你很成功 还是很有效率 你也不说话了 这个声音 此起彼此 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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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打开了那么多的界面 我搞也搞不明白了 已经 手忙脚乱的感觉 哎呀呀呀呀呀呀 你现在去需要把这个消息撤回 已经发错了两个字 请问你发的是什么 已经在查了 你打成易经去 对 对 我得撤回了 你现在要撤回 不然一会儿就撤不了了 撤回了 你现在已经读了 你现在已经读了 我们的拍摄时间是2019年10月20号早晨 10点22 10点22 在10点期间下单到我们 对 敬营扶贫馆的朋友们 请多谅解 客服并不是专业人员 客服不是专业人员 这是什么 什么 看来他知道是我了 你知道吗 你是在看直播吗 没有金钢钻铁来你仔细活 不会好好说话吗 我在当买家的时候 我可能在等待客服的时间 我在想 他们肯定没有干活 或者是他们肯定没有去帮我干什么 为什么这么半天还没有来找我 然后自己在做客服的时候 手忙脚乱地去帮他们找订单 查什么 查这个 查那个 也是在很着急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话